BANG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英雄之場送我頻道 我們辛苦了一整年之後呢 領到年終要幹嘛你們知道嗎? 開Nerf啊~~ 沒錯之前說到做到好不好 領到年終之後呢就是買Nerf 我挑的呢就是這一把 巨彈狙擊步槍 就是你們想要看的狙擊槍啦好不好 說買就買 辛苦一年了對不對 要一件東西靠長自己 OK的啦好不好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外包裝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它是我們的巨彈系列 所以它使用的子彈呢是我們這種 橘色的這種 那我們看到背面呢 背面還沒顯得看到它就是 六發子彈 六發子彈的彈夾 好不好 我記得之前還有人改一個彈鼓在這裡啦 二十還三十八的吧 好不好 蠻帥的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所謂的射程 好不好 它寫一百feet feet是什麼 feet就是尺 好不好 我們都知道 一匹三匹三 好不好 一公尺 3.3尺 那這邊一百尺呢 就大概相信是 一匹三匹三嘛 十匹三就三匹 三匹左右啦 好嗎 天好嗎 呵呵呵 三十公尺左右啦 好不好 這一把呢 官方是寫說可以打到 三十公尺以上 那 我們大家就來測試看看吧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葫蘆裡賣什麼藥 哇賽 久違的 又買了一把 Nerve 心裡真是 白感交集啊 一方面呢 你買一把呢 你就要燒掉你差不多3K的薪水 好不好 一方面呢 買到新的 Nerve 又很開心 噔噔 裡面還有東西喔 等一下喔 噔噔 他長大要分兩節啊 好不好 這個應該就是他穩定槍身的那個 支架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些 不必要的東西呢 先把它拆除 好的 那我們拆完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呢 裝上去之後呢 就是這種感覺 好不好 喔超長的耶 超長的 哇賽 好的 接下來介紹我們彈夾的部分好不好 看得出來是巨彈系列 超大K 我拿了一下我的那個 素級連發機關槍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素級連發機關槍的彈夾 好不好 感覺像這個大小喔 巨彈系列的彈夾好不好 有感覺到那個 小屋見大屋的感覺嗎 好不好 沒錯 好的 我們的子彈呢 是這種大K的 一樣來比一下大小給你們看一下 噹 噹 這個完全可以把它刪進去了耶 大小很明瞭了吧 好不好 巨彈系列跟一般的 好的 那我們就來裝子彈吧 裝滿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子 上彈夾之後就像這樣子 欸這槍藏到我的鏡頭已經 出鏡了耶 剛好對到一個邊邊 好不好 我們現在呢 先在攝影棚 示範一發看看 忘記了他旁邊的那個 上膛的拉桿 完成啦 好不好 接下來就輪到我們試射的部分 GO 哈哈哈哈 這跟前輪板不是開玩笑等級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那個 那個威力啦 好不好 他整個打出去之後呢 那整個回饋力有沒有 這樣 可以說是相當的扎實啦 好的 不免俗的呢 我們也要來一場 實際的射擊演練給你們看一下 好不好 好對了 還沒介紹到這個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啦 他所附的那個 支撐腳架呢 就是這樣子一個運用 好的 那我們進行實彈演練吧 GO 好的 我們這些測試的距離呢 大概就是10公尺左右啦 好不好 因為沒有那麼長的 一個 走道 然後呢 我們的目標是這兩個 沒錯 好不好 10公尺的距離 目標 就是那個品客跟那杯水 好不好 那瓶水 那我們五發呢 只要能將這兩個 歹徒擊斃的話呢 就算是 成功啦 好不好 五發中兩發 應該很簡單吧 哈哈哈 出任務的時候 要是沒打到兩個 早就已經被幹掉了 沒錯 好 好 謝謝 嘿嘿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謝謝 最後一把了 不容失誤啊 來 失敗 大概就是一個五發 中一發的一個節奏啦 在這個狙擊手的一個世界呢 這是很正常的 它這個準心喔 你瞄到了 它不一定會打到 因為這子彈要飄 你知道 它不像那個 氣槍那種的 那麼直啊 那麼準確 所以你可能要 稍微調整個 三次左右才會抓到那個 那個位置 所以你抓到三次的時候呢 一個目標擊斃之後呢 你要設立一個目標 要再抓到三次的一個距離感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好的 這一次呢 就是我們NERV的巨彈 狙擊步槍啦 好不好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這種風格呢 我個人是蠻喜歡那種感覺 不過 真正在打NERV的時候呢 可能 這個準度呢 就要稍微調整一下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巨彈狙擊步槍呢 開槍就到這邊啦 不過今天還沒有結束喔 我還要再給你們看一個東西 登登 Zombie Strike 好不好 聯名的一個子彈 一般的那種槍枝都可以使用 好不好 不管是精英系列的還是一般的 都可以使用喔 那我們就來開看看是什麼樣的感覺吧 哎 沒錯 就是三十八 我發現我的槍枝都要從我的球尺裡面挖出來 有一種 買場的感覺 先 這是普通的子彈好不好 先來比較一下他們外觀的感覺 另外一個是 Zombie Strike 這種感覺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 數級連發機關槍的子彈呢 宣布更換成這個 Zombie Strike的子彈 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子彈比較細耶 那既然是官方的子彈呢 想必一定是空心彈頭啦 好不好 喔 極限了 好不好 裝滿就是這種感覺 是不是特別的不一樣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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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用擔心子彈撿不完啦 好不好 反正我還有 十五顆 好啦 其實玩這樂服喔 你子彈一定越來越少啦 這是肯定的 因為你不可能每次擊發之後 還要在這邊關心說 我的子彈掉到哪裡去了 好不好 你撿的時候你就被打爆了 是吧 所以這是一個耗材啦 是必須要買的 那這把 聚集的子彈呢 到時候玩的時候呢 也是一定要買 多買一個彈甲吧 不然可能不太夠 畢竟它一個彈甲就是六發而已 那我剛玩的時候呢 甚至還少一發 所以剛剛的測試影片就是五發啦 這子彈好像有長角一樣 忘記補充一個 還算蠻重要的東西吧 有沒有看到旁邊這個綠綠的東西呢 它其實就是在提醒你說 有多 有沒有 這樣的時候呢 就是 沒有蓋好的時候 所以你要 顯示一個 綠燈的時候好不好 才算是 完整的狀態 那一樣 我們後面這個上彈 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喔 它現在是沒有顯示嘛 所以代表說 我們還沒有完全上彈 還可以 還不行發射 這個時候呢 嘿 有沒有 亮了 代表說 你現在是一個 準備射擊的一個狀態啦 好的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開箱影片啦 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按個喜歡 如果想要看更多這種東西的話呢 記得按個訂閱 那我們就下把槍再見囉 再見囉 see you